你知不支持 这个两岸和平协议跟建立军事的互信机制 我跟委员报告 从过去历史经验 跟北京签和平协议的下场都很惨 然后北京对台政策很清楚 统一才有和平 因为那个主委 不管是马英九还是吴都义 甚至于朱立伦 包括王金平 甚至于这次要参选总统的这个郭台铭 他是认为说 两岸关键还是在和平啊 对啊两岸关键和平很简单 北京放弃武力对台就好了 对啊 这很简单啊 他们应该是注使北京放弃武力对台 这简单啊 要放弃武力武统呢 这个郭台铭讲啊 你不要老是戴一个国旗的帽子 你敢在习大大面前 戴这个国旗帽 高喊中华民国 对啊这很好啊 你就是男子还就是大老子 是啊 你看到他的国旗帽 然后被北京这屏幕掉啦 那苏贞昌 我说所有的我们的人 越到大陆去应该跟他大声讲 你觉得他发表的言论是激辛叵测啦 不是啦 他也明知道郭台铭 他跟大陆关系很好 跟新加大关系很好啊 我们不能在这里喊中华民国 面对北京不敢讲中华民国啦 这个 主委那你是中华民国的主委 你敢不敢到北京喊中华民国 我敢喊啊 喊到我去我就喊啊 对啊 我总觉得大陆是在释放出一些赛意 但是我们就很紧张很恐惧 一下就就怕说你签订了 郭高伯委员 你这个解读实在是离事实有段距离啦 我的解读是这样啊 因为他们也也是 我不建议你做这种解读 这个一国两制是大家这边在这边 这边讲啊 这个一国两制 他是讲 台湾社会没有人会接受一国两制啊 对 他是讲说去这个探讨一国两制的可行性 连探讨都不用探讨啦 就别讲成说是就是一国两制 有什么好探讨了 台湾老百姓都反对 你包括韩国瑜韩市长都公开在议会讲 反对一国两制就在中华民国啊 有什么好探讨的 但是主委啊 不过我是说 不要把他这个话就定义成说 他那个那天讲的话就是等于一国两制 他只是说 人家白只可以让他讲这么清楚 不是 他是说要探索 你不要今天帮他解释